各位伊甸園的好朋友,大家假日午安 今天來到了比較少來的這個園區 那這個園區在這個堤防上面有幾棵的釋迦樹 那畫面當中的這幾棵釋迦樹有的是本土種的土釋迦 就是果粒是一般大小的 那現在各位可以看一下枝葉繁茂,然後一直大量的來花 那現在是5月的22號吧 到田裡面來工作空曠的地區 因為最近這一兩個禮拜非常的關鍵 所以大概就是不要移動 就只能就是到家裡的田地裡面來 就是整理這一些平常比較少關注的果樹植栽 像目前這裡還是有一棵,還有我們那邊還有兩三棵 那這些有的是大木釋迦,有的是本土種的原生的釋迦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就是盡我們了解的一些果樹植栽的一些修整枝的方法 在這個時間幫他做一些枝條的整理 希望讓他能夠比較通透 然後這一季的掛果就看看有沒有辦法挑戰就是比較品質比較好的一些果實 那這一些釋迦樹通常在暑假期間7月份 我沒有記錯的話會來一批的果實 你只要有套袋有管理的話 基本上能夠藏到果實的這樣子的機率是很高很高的 OK,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在這裡工作 所以等一下我就先 還沒有完成之前先記錄一下 待會我就要開始工作 之後再把成果再記錄下來 跟各位喜愛果樹植栽 喜愛世家的好朋友做交流做分享 OK,那我要開始工作囉 經過了工作了一個多小時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修剪枝條 這是一個清剪 清剪的方式 就讓它水平層次的這一些 那個雜枝 雜枝、內長枝 然後直立枝 做一些細部的小修剪 各位看一下地上這些 都是修剪下來的一些小的枝條 就讓這樣子的一個 世家的枝栽 那個空氣的流動、流通都可以是穿透的 那目前已經是有萊花很多的果實 掛在上面 像這樣的果實掛在上面 你像這樣子直立的某一些枝條 我們可能就只有在上面 比如說這個地方 就將它 枝條的木端 就是類似摘芯 就是去頂之後 但是那一個葉子要留下來 因為它必須要適度的遮陽 那目前你看像在這裡面這樣的一個世家的果實 這些都沒有經過人工授粉 純粹都是自然授粉下的 所以世家的那一種林木 它授粉的完整性 當然比不上台東專業種植農戶 他們使用人工授粉的方式 來得完整漂亮 但是基本上掛果是OK的 掛果是OK的 好那你現在看一下 地上都是一些細部修下來的一些小枝條 那待會這邊的小枝條 我們的園主媽媽 她會除草的時候 她就會把它集中處理 集中處理 那我今天大概就是負責 負責來做一些小修剪 像這樣子的一個果實 像很明顯就看到這樣的授粉 不均勻 所以它的果實有個地方就是凹進去的 好進去的地方就沒有種子 那沒有種子就沒有使用的 那個包覆種子外面那個甲種皮 好這就是世家 我們提防上的世家 那期待下個禮拜二三四可能有 會有封面來 美羽的封面看能夠帶來多少的雨量 那就利用今天假日的時間 跟園主媽媽 跟我們的園主媽媽在 這一個園區提防上來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這樣的提防上的世家 土生的世家 跟我們特別種下的大木世家的食生苗 那像這兩棵當初種就是種得太密集 那種的話不是我們這 不是我們種的是上一任的 上一任的園主他們種的 那目前這塊田地 就是變成是我們來接手做耕作 所以就是帶一些 基本業餘的管理的作為 喜歡觀察果樹喜歡 就好像把他管理那一種花卉的方式去處理 像這樣子的一個雞條剪掉 好那我一二 目前一個多小時 整理的一顆 一顆 第二顆 那這個是小的比較簡單 第三顆也是萊花 也是萊花 像小修剪的方式 像這一種末端枯枝剪掉 好這一顆比較小 這是第四顆 第四顆 No.4 No.4 第四顆 好那旁邊這一顆就更小 這是第五顆 好那等一下那一邊還有一個第六顆 第七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OK那這樣數一下 我們這整個堤房上面就有十顆 世家 土生種的世家跟大木世家 好那我要繼續工作囉 哇 從日正當中的那個正午午後的時間 一路跟我們原主媽媽工作到現在 來看一下囉 已經是日落黃昏黃昏 那這一片綠荷的稻田 這個是我們的稻子 那遠方在田梗上走動的這就是我們的原主媽媽 好 倒是沒有那一種古人的戴岳鶴鶴龜 他是也是拿著一個低套 也是鶴頭的一種圓鶴鶴頭 然後他走回去黃昏了 那我現在在最最後要做一個檢查工具 還有最後那個收拾的工作 好那這個就看一下啦 正前方我現在記錄的這一顆哈 就是我們堤房上市家最老的一顆 這一顆是我們的土市家 原生種的土市家 每一年都有很多的果實 一年有兩季的收穫 那我剛剛這個地方 鋸掉了一段那一種 從底下鞋長出來的 好 考慮了幾年 今年終於鋸掉了 原因我之前修剪 修整了一顆五花果 也是將地上的一個交叉字長出來的 除掉之後 真的發現耶 跟社群的好友講的 就是我們的樹型 樹整個的形狀看起來舒服多了 那目前這樣這一顆也是 那我就將一些枝乾上的雜枝 整理掉了 那這一顆是大牧師家的食生苗 來自於 大牧師家 很多我們大牧師家的食生 都是來自於我的 那個 媚婿啦 我的媚婿 許願分享的大牧師家的種子 種出來了 那這一顆是大牧師家 開的花比較多 那樹形樹式的話 我們就繼續雕琢 繼續雕琢 那現在各位來看一下 來了很多很多的花 那這些花因為 這個位置我們沒有辦法 每天都幫他 幫他做人工授粉 所以果實的果形 就是純天然的啦 長什麼樣就怎麼樣 到時候下一步如果水分有的話 正常的時候 如果結果太多 我們就是可能要開始選牛 然後蘇果 蘇果 那這一顆旁邊 這個鏡頭這個角度看一下 堤防上的土式家 各位看到了 枝乾上面的一些雜枝 我都修掉了 那我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 我要強調對不對 純粹只是說希望 能夠讓這一棵樹 比較通透開闊 然後上面的一些枝葉 都有它生長的空間 就這樣的想法 那當然 這麼空闊的話 也有可能陽光太強 曬傷了枝乾 沒關係 我們就後續再觀察 這個就是 自己 我不是經濟栽種業餘的 然後 做了什麼樣的管理作為 後續的發展 就是不斷的累積經驗調整 那 有興趣的好朋友 你就參考 那如果你是專業種植的 國友 也可以提供給我們一些建議 或是指導我們 看怎麼樣做是比較好 這個就是 今天下午 跟我的圓主媽媽 在我們地裡面 農地裡面 提防上 工作一整個下午 好 那最後再讓好朋友看一下 我們 寶島台灣 夕陽 西夏 天邊的那個雲彩 也是一樣 紅得很漂亮 好 那就在這樣子的黃昏 夕陽夏 跟各位喜愛國術 旨在的好朋友 我們醫店的好朋友 說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很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